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UNSHAP的註冊 首先我們登入UNSHAP的一個首頁 UNSHAP的首頁 因為它隨格來改 它現在是新的版本 現在是2020年3月25日 我們可以看到右手邊的 Subscribe UNSHAP Protection 我們這邊點進去 這邊點進去之後 在這邊看到一些 就是升級這個試用版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Sign up for a professional trial 我們現在申請的是學生版 Get a free student plan 我們用學生版的方式申請 我們就點這個 Get a free student plan 在這個地方你輸入你的名字 這是不是姓的 這是名字 First name是名字 Last name是你的姓 那這邊是書名的Email Email呢 我在這邊建議是用 Qualation的Smail帳號 然後這個問題是問你說 你現在是學生呢 或者是你是一個教育家 教育者 你會選學生 Student 那接下來這邊是你的學校的Label 那這邊有選擇一個是Ks2 一個是University University是大學 我們通常選的是Grad 就是Ks2 Ks2 Ks2是Kindergarten Gradtel 就是我們到12年級 升任就高中3年級 那現在是郭東 所以是選Ks2 那都選完之後這個要打勾 打勾完就是 Create account Create account之後呢 它就要讓你寫更多的訊息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再問老師 OK 是Gradtel 其實是Gradtel 很期待的 酸 請客 請位 請位